我们都知道,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,原子核再由质子和中子构成,而实际上原子核在原子里非常小,就像一根眼睫毛的直径尺寸在地上之间的大小,而电子就在这个广阔的地方自由地穿梭,这么说原子的内部绝大部分是空的。 但是原子从定义上说,应该是固态的,为什么里面如此的空呢?于是有人认为,这些看起来是空的地方,其实并不是空的,而原子核里的质子和中子又可以分为夸克。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为观的世界里夸克是通过胶子进行互相作用的,虽然我们肉眼看到的真空是不存在任何东西的,但是在这真空里存在着强大的量子场,它们一直在波动,而且速度还非常快,因此我们表面上看原子的内部是空空如也,实际上里面充满了我们看不到的波动。 大家可能认为真空的条件很容易达到,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真空是需要大量的能量去建立起来的,这么背信的事。 而且在人类看来是意义不大的事,那自然也不会想要去营造真空的环境,所以地球上算是未发现真空的环境,而且就算能够在地球上建立起真空的环境,这个环境也是不稳定的, 因为外界任何的刺激都会让真空环境立即充满量子的波动。 真空的道理其实和用磁体的道理一样,在常温下用磁体具有最低的能量碳,而且它的周围存在着磁场,磁场里都是由小磁具规格的排列在一起,一旦给用磁体加热到一定的程度,小磁具就会开始变得混乱,导致用磁体周围的磁场消失。 所以要给用磁体消磁,还需要外部加益能量才能够做到。 由此看来,我们平常所说的真空,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真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